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的深夜,俄羅斯超級杯的較量一觸即反 對陣雙方分別為聖比德斯堡和莫斯科斯巴達 近年兩隊的交鋒戰績當中,聖比德斯堡佔據絕對上風 而且他們在最近的友誼賽中都展現出不足的狀態 禁將不妨看好聖比德斯堡青紅 聖比德斯堡是俄超近年的霸主 上季成功奪得俄超冠軍之後 球隊已經連續四個賽季捧起俄超冠軍獎盃 球隊實力自然無用自已 需要知道的是,期間聖比德斯堡攻防兩方面的表現 都冠著俄超 逐而見得球隊有著極強的穩定性 儘管今年夏天球隊人來人往,陣容變動大 但聖比德斯堡十分願意投入 期間忍中了上季俄超攻入了14球的卡斯拉 他的加入可以令球隊的進攻水準提升一個檔次 另外,在最近進行的友誼賽中 聖比德斯堡章獲兩勝兩和的不足戰績 期間每場比賽都收獲入球 面對手下敗仗的莫斯科斯巴達 這將聖比德斯堡有望成勝追擊,勢奪勝利 儘管莫斯科斯巴達近期表現同仁不足 在友誼賽中斬獲兩勝一和的戰績 但球隊在上季聯賽中僅僅以第十的身份收官 實力上與聖比德斯堡相差甚遠 其中,莫斯科斯巴達的防線並不穩固 困牆失1.37球,是上季俄超後防水準排名倒數的球隊 從近期的比賽可以看出 球隊至今在防守方面並沒有太大的改善 雖然進攻方面困牆攻入接近三球 但三將共失四球的表現都可見後防存在隱患 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斯巴達最近兩個賽季四次面對聖比德斯堡一勝難球 期間還崑牆失三球 上季還曾在對方主場遭遇一次1比7的大敗 如此一來,莫斯科斯巴達今將贏面並不大 多謝收聽,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吧 我們下期見